灾后狼藉一片的情景让人心酸 灾民重返家园清出的坏家具堆积如山游待清理 这一天淡马鲁居民积极响应一空待阵 红心协力收拾村里残局还原家乡面貌 从水灾开始到投入灾后清理工作 陈世昌村长依旧马不停蹄地进行各种协调 时时刻刻与居民同在 我家的大厅进了两侧 有些家事也来不及搬 因为我们在忙着搬人家搬家事 第一天我们是搬人家搬家事 第二天水会开始上的 我们就进那个fiber booth把人移出来 所以家里其实真的怎样 我也没有去看了 即使烈日灼伤了他的皮肤 把它晒成另一个模样 村长依旧牺牲小我成全大爱 一切都相当顺利 因为这个寿材器前测太广了 地方太大 那个LOLI跟JCP那边 可能就好像不大充足 因为如果讲LOLI太高 我讲你要用那个人手搬就会 不然我们经常会比较慢 蓝天白云的出现 让灾区重现温暖与阳光 在志工的协调之下 以工代振的居民早已各就各位进行工作 由于清除工作的难度颇高 必须有重型机械的辅助 身为淡马鲁居民的振前兴 不但借出多部山猫 还安排了不少工友上阵操作 他自己本人也亲自进行指挥 我也没有理了 我应该做些什么我就做 因为来在这个社区啊 什么团体他们有事情都是找我的 好转很多的 你们慈旧来了就好转了嘛 另外同样热心为居民做事的 刮拉吉饶村长吴彦平 对慈旧人的出现感到万分感激 过去的这些日子 吴村长自动自发地 响应瓷剂的环保理念 领养了几个垃圾桶 默默地进行分类 并参与瓷剂的各种活动 因为我这边旁边 有四间加肥店 很多资源 每天早上都有两大袋的资源 然后我收上来了 然后我把清洗了分类了 每个月拿去那边 环保课题与大环境息息相关 在水灾发生的前后 这些怀着大爱的热心人士 在烈日之下张乐一切 协助居民重整家园 大爱新闻黄威瑜 林志勇马来西亚报道 我来看看 这个是在大爱的热心的 里面中和有三小时 我来说 这个是在热心地 我来说 就是在热心地 这个是热心地